盘套断件的锻造 先看一个圆饼断件的锻造 均粗工序是配料高度减小直径加大 在这个过程中,金属内部的纤维组织也由盐轴线平行分布,转变为盐镜像辐射状分布 锻造中,材料向最小阻力方向流动 由于配料与真面的摩擦力,根缩后配料侧面補成筒形 需用精整工序滚圆和平整加以修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材料用 在成梯生产时,可采用胎膜段 使用简单的胎膜限制金属某些方向上的流动 金属在压力下充满膜枪及达到需要的外形尺寸 齿轮胚等中间油孔的断键,分苏后还要冲孔 冲子找正,试冲后放些霉粉是为了方便取出冲头 在压力下,冲头积入胚料将中心金属挤向四周而形成孔 由于不可能一次冲头,通常冲到四分之三时翻转胚料 从另一面冲掉孔底脸皮得到通孔 对具有较大孔的环形断键 不能用冲头一次直接冲出 就要再加上扩孔工序 这是使用马杠进行扩孔 孔壁在垂头与心轴之间受压减薄 环形件的直径则加大 扩孔后再用胎膜和冲头整径 这样断键就完成了 由此可见,锻造冲孔与切削加工做孔原理上是不同的 它并不全部去除孔内金属 而只是利用金属塑性 使它们在压力下按需要重新分布 这对提高材料利用率是很有好处的